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的5月20號 在2016年1月10號 那個時候呢 我那天 我教大家拍這支 我後面的身後這支龍眼的假接影片 那現在呢經過了兩年 然後兩年現在生長的狀況呢 給大家看一下 那因為剛好第二年呢 去年的時候他沒有開花 第一年他沒有開花 今年是隔了第二年他開花了 開花結果 那但是我們這個角度看上去呢 看不到 看不到那個花 還有結果的情況 另外一面呢才看得到 那我們拍影片給大家 講這個 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生長狀況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這個荔枝春象的問題 這支呢 那我講個人對付荔枝 如何對付荔枝春象 那個荔枝春象呢 他在冬天的時候呢 他是生長力最弱的時候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建議說在冬天的時候呢 你可以噴化學農藥 因為化學農藥最便宜 你最好整樹的噴 全噴 多噴幾次 因為你要在他春天到的時候 因為他春天繁殖地最旺盛的時候呢 你再去噴它呢 其實效果不太好 而且又準備要開花 你要在冬天的時候呢 荔枝春象生長最弱的時候呢 趕快噴 全面噴 將它一舉消滅掉 到了春天來的時候呢 它的數量就不會這麼多 繁殖地也不會這麼強 因為數量太多了 在台灣來講呢 這個荔枝春象已經全台泛濫 要防治呢 其實最好的方法呢 應該要政府要跟所有的農民講說 同時間選擇冬天的時候呢 全面噴灑農藥才對 把那個荔枝春象做一次全面的消滅 因為你如果不做這個完全消滅呢 其實荔枝春象在春天一發作起來 再繁殖起來呢 那個繁殖歷史實在太強了 再來呢 當它龍眼開花的時候呢 我們要怎麼處理呢 我個人呢 我是用噴肥皂水 那開花的時候呢 我用肥皂水 肥皂水呢 你就拿一個 準備一塊桶子 假設 兩公升的桶子 一個糖果罐 然後呢 你拿一塊肥皂直接丟下去 丟下去呢 把水加滿 然後你不用搖它 放一天 隔天一會 那肥皂水就直接倒出來 然後用噴的 那噴呢 我的個人是 噴那個水柱型的 直接看到那個春象 然後就對準它的腹部噴 噴下去呢 大概 根據我去測試的 那個致死率大概有 五層到六層 五層到六層的致死率 噴了兩隻再為一隻死 那你要多噴久一點呢 它就一定會死 那死亡之後呢 它可能會掉下來 掉下來之後呢 把那屍體呢 收集起來 拿個袋子 給大家看一下 像我這邊有掛一個袋子 所以那都是春象的屍體 那個你用袋子呢 一個網狀的袋子呢 然後收集那個 春象的屍體 把它收集起來 收集好了之後呢 把它掛起來 那個春象的屍體 它會有死亡費洛蒙 它會阻止 讓一些同伴呢 不會靠近 那它的效用呢 大概是兩到三週 那維持的範圍呢 大約一公尺 然後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自己嘗試一下 那現在因為那個 已經放超過三週了 上面還有一些春象存在 那你如果要再對付春象的話 你就拿個 像我說過用肥皂水噴 或者是 各位你去找 有一種叫細皂土 那細皂土我個人覺得說 噴下去的效果不是很好 因為我噴 因為我上面我有噴細皂土 那有人說要噴什麼 黑漿菌白漿菌 我都噴了 我就認為那個黑漿菌白漿菌 對春象是沒有效的 那個細皂土呢 效果呢 感覺不是很好 但是它對一些比較小的昆蟲 比如像 鎖瓜啦 或者是黃條葉枣呢 效果會不錯 那今天的我們影片呢 是要介紹說 你如果是個人的話 當然是你如果很大片農園 叫你噴這些東西 你可能不會想噴 那你如果是個人 像我們這樣 個人種植的話 教你一些怎麼有機的方式 如何防治 也不算是很有機啦 就是說 開花前我們用化學農藥 開花後呢 我們盡量不要噴化學農藥而已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收看